再來我請教一下部長 請問金門二膽上兵陳家勳現在在哪裡 在對岸 在對岸 他的家人有沒有跟他通上電話 這個這樣知道嗎 他的家人有沒有可能去人道探視 你們通通不知道 我沒有去 他的爸爸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到現在還沒有跟他通過電話 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他只告訴我說拜託你們 讓我知道我的孩子是死是活 這要透過什麼管道 要透過什麼管道 我不知道沒有透過 報委員這個誠信上面 我覺得你們太扯了 他過去到對面之後 法務部他們按規定已經都有法務 現在要推給法務部 然後再過來陸委會 再過來海基會 我跟莊緯報告 我們沒有要推 就跟剛才那群眾所說 我們要推給內政部 推給法務部 不是這樣子 好 那請問國防部有沒有掌握他們的進度 我 有沒有 目前是有法務部他們在處理 按法定的程序來處理 你們有沒有掌握進度 我說最基本的 那個上兵現在到底是死是活 你能不能告訴家長 你能不能讓孩子的家長知道說 他現在是生是死 報委員我們跟國防部 目前沒有這個聯絡管道 那你不是說 你現在是給法務部是給海基會 陸委會不是嗎 那他們 你不能問他嗎 你不能問他們嗎 法務部有說他們有跟對岸有去 希望說能夠有一些司法互助的機制 那請問法務部有沒有確保他現在的狀態 他們透過司法互助的機制在做聯繫 你們有沒有跟家長聯絡 我沒有 沒有跟家長聯絡 這是我們的國防部 不是 國防部 他已經離開了 對啊 我就想說 但是起碼 我跟你講 這涉及到第一個兩岸的問題 第二個 人道探視的問題 第三個 你起碼有個電話吧 今天就算 他是犯罪還是罪犯 他不在國內 但是他的爸媽 他的親人 想要知道他現在的下落 政府都不能幫得上忙嗎 我跟委員報告 他下落我也講不出來 但是跟他家長聯絡 我可以要求金房部保持聯絡 事實上當初為什麼能夠那麼快地去 那也就是金房部他們 去哪裡 他到金門去到縣地去看過 但他沒有到對岸去 所以是到金門縣地看 他到不到對岸不是我的能耐 沒有到對岸去看到本人 這是沒有的 家長自己也講 他至今沒有跟他通過電話 沒有跟他見過面 所以他才會完全不知道 孩子現在的下落 江偉雲已經超時很久了 請你跟各單位 你們負責相關的政府相關單位 給孩子的家長一個答案 好不好 好 我們針對說那個惡膽民現在就是被通緝 那金門縣地所向法會有提出遣返的這個請求 我說這樣子 因為他既然所謂的法 至於用什麼方法 我們只希望講說 當事人 因為大家猜疑很多 到底有什麼問題造成的 這個一定要當事人去講話 但我們當然我們已經了解到 很多東西我們從多方面的 國內部有講到內部管理的問題 或他外面生活的問題 感情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還有部隊裡面 到底有沒有跟他發生什麼樣 一個不愉快的事情 我們大概都有答案 但我不能對外講的原因在哪裡 變成一個片面之詞 好像國際在推脫 不過沒有推脫 所以我們要最期望 不管用任何方法 由他來講 講了以後 我們來核對 核對哪邊核 就的確這個原因 不核 那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那再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一定要循序漸進的 就是因為剛剛說到通緝的部分 是不是表示說國軍這邊定調 不會把它列為所謂的投共呢 沒有 像我們通緝與否 要經過法務人員鑑定 我們當國務總爆出去的一項 這個人他第一個 他李寧的 這是事實 但也是經過一番查證 譬如先兵隊帶著 不管檢調人員來查 的確這個人不再允許 好 把李寧通報 那通緝或者 或者這個 有其他名稱 就他們去判斷 那目前因為不太了解 對不對 他也沒有想說 就做什麼動作 讓一下就哇 他是已經很具體的 很明確的一個罪證 才以那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界定 是經過檢調單位 他們他們的這個認定 我們國軍不會做一個參與 或給他提供意見 但我們會就 我們得到的事實做個陳述 他要看哪一方面物證 或者這個地點 有什麼證明 我們都帶他去看的 他看完以後 他所做的決定 用通緝 我們沒有其他意見 國務部長 因為家屬就是要複裸 但是因為台胞賬還沒下 那之後之後 如果他們要去複裸 那國防部真的能提供家屬 怎麼樣的一個協助嗎 我們能夠協助 就是幫他去了解 這個手續怎麼辦 我們也不能講 不可能的陪同 不可能吧 但期望講說他到了以後 想問到些什麼 我們也並沒有託話給他 你幫我帶什麼問題來 他我想家長他如果見面 因為他有他個人的 總會採取疑問的問法 他們我想家長可能也想了解 到底有什麼原因嗎 我們不會去給他下課指導期 或者給他做什麼課題安排 大家都很公平的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吧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這二膽成性上兵的這個失蹤案 主委說按你的警覺性 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是設好的計畫性作為 游泳過去的可能性不大 請教主委你是怎麼樣來 研判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您按照您的經驗 您覺得應該怎麼樣來處置呢 我當初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特別講這個各種原因發生都有可能 我覺得游泳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依據我們對於飛行人員 安全及收救的補助的辦法裡面 特別有講 像冬天的天氣 海水的溫度是比想像中要低的 因為還有海風海流 再加上這個人員的恐懼 都會讓他很快就失溫 那麼我們統計 假如一個飛行員 在基隆以北三十海裡跳傘 我們收救的時間 需要四十分鐘才能到達現場 那麼這個飛行員 假如沒有穿冬季防寒飛行衣 我想三十分鐘以內 他生命的跡象就會非常的弱 是 所以我才想 我說他可能不是這個游泳過去的 但是現在呢 狀況不明 而且他還好好的活在那邊 還說他不要回來 是 我就不曉得他是怎麼過去的 這個我想今天早上記者問我 我說我們聽國王部 看國王部收集的資料怎麼樣分析 好 了解 那麼我講他這個可能不是游泳 是依據我當作戰司令的時候 是 特別要求飛行員 不論你是飛幻象 還是飛F-16的 是 超過我們海岸線三十海裡 你就應該要穿防寒飛行衣 是 依據這個司令的邏輯來想 是 了解 郭總 好 蠻心 謝謝主委